有这样一个城市,中国人无需签证便可在此无限制留居 但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给钱都不移民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唯一一个判定死亡是违法的城市,还禁止生孩子 它就是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 全年温度零下7摄氏度,主权属于挪威,是人类最北的定居点 这里没有鲜花和青草,堪称极地之城 一年12个月里有4个月,太阳升起来就不再落下,全天都是白天 在有4个月太阳落下就不再升起,全天都是黑夜 9月到次年3月是观看极光最佳的地方 这里的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,但住在这里的北极熊比人还多 就连陆路标写的也不是小心车辆,而是小心熊出没 在斯瓦尔巴的首府,朗伊尔城,只有一个医院,一个医院,只有一个医生 没有任何KTV,酒吧等娱乐场所,任何东西在这,哪怕是一颗葱都得进口 但这里却有个大学,学生放学回家,骑的是洋气的雪地摩托 虽然这是被世界遗忘的城市,却也是掌握全人类希望的地方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种子库,里面放着地球上450万种种子 如果真遇上世界末日,那这就犹如人类的诺亚方舟 这个神奇的地方,你想去看看吗